重建学习空间 从学习到生活 请安娜帮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 好的 生命纪六章四到七节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信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好谢谢 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经文了 但是在我们在从在家教育 特别是生活这边 我们来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 我们不只是 我们要爱我们的神 我们要殷勤教导 我们更要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那可能大家也知道了 我当然现在这个机会 是说回顾一下 就是说 我们家的一些过程 我们家是从老大三岁的时候 开始的 那一开始 他也去 这个 去了几个礼拜 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了 然后呢 一直到2021年 老师上了大学 所以也是 我觉得神的时间真的很奇妙 就是这样 我们才可以开始 成立最后子的事工 算是说 我们自己的在家教育 也告一个段落了 那同一个时段呢 我也开始在教会来服事 原来呢 我这个代子在英文堂服事 后来就是因为在英文堂服事 让我看到 两种不同的教育 所带出来的 其实一开始 我也没有看到在家教育 只是啊 小时候嘛 这样师母喜欢做 就试试看看吧 我们住的学区 也是非常好的学区 啊 就是跟大家一样的路 那 他做了 他就开始做 那我 我忙的工作 又要带着事丰 那就是因为在英文堂服事丰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孩子们 他们跟我分享 那我看到他们的一些思想关联 他知道说 哇 那是二十几年前 你看公立学校就开始 有这些影响 也是这样呢 神就呼召我去读神学 到2007年的时候 以后回来 又全时间的服事 然后 2021年 就全时间来开创 崔浩子的施工 那么很简 很简单的快一下 看一下美国的在家教育 其实呢 在美国刚开始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基督教教育的 那时候清教徒 都是基督教教育 那到1837年开始 才有所谓的公立学校 那当时一开始 公立学校还是很基督化的 我们都知道 有读神的话语啊 有祷告啊 圣经客人 在公立学校 但是后来 这种 progressive 这种education 透过杜威呢 就开始 进入到 公立学校里面去了 发展成 人本的教育 慢慢慢慢 你看这些都像 温水煮青蛙 开始的时候 都是好像 还不错啊 只是加点味道有 慢慢慢慢就 取代了 那变成就 反基督教的教育了 那也是因为 这样子呢 开始 有一波兴起 基督教的 私立学校 然后 1970年代 开始 在家教育兴起 然后慢慢 90年 我想2020年 所以大概是 这样的一个 过程 所以 在家教育 其实在美国 并不是一件 完全新鲜的事情 那去年呢 华尔街 不是华尔街 是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邮报呢 有一个很 大的报道 这次在主流的媒体呢 算是一个 很特别的 他的标题就说 在家教育呢 从边缘教育 发展成为 成长最快 的教育方式 你看那个曲线 从2020年 因为疫情 在家教育 那个红线 上升很多 可是 过去 2020 疫情以后呢 有稍微降下来 但是还是 很 多的成长 所以这个报纸 他就说呢 在家教育的日益普及 跨越了政治 地理和人口的 每一个 很衡量的界限 在南卡 这种小地方 政治 也增 跟 也增了 373% 但是在纽约的布朗斯 也增加了 358% 所以你看到 这个是跨越 地区性的 那 就提到 就说呢 这种 已经呢 是最快的方式 而这一增长 表明呢 在家教育 成为美国 教育体系的支柱 其对社会 公立学校 尤其是对 目前在传统 学术 环定之外的 学习的数十万 儿童 才刚开始显现 所以是 真的是2020年 是神自己出手了 来 开始 有一个震动 那 主流媒体 就开始看 那其实你注意 读这个报导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其实 是在担心 他们要更多 来对 在家教育 要有来管理 管制 所以我们要为 这个祷告 因为 其实你就看到 公立系统 是不希望看到 因为他们 是要按人头 来得到经费的 所以他们人数减少的时候 他们所能够用的经费 就越来越少 所以当这个 在家教育 在增长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要 真的要警醒 很多这些 要求 很多这些什么 慢慢就会进来了 那另外有一个 是美国 那个 人口普查局 也有另外一个报导 他 原来大概只有 5.4% 2021年 就增长到11% 那估计 就要有700到800 儿童 在家里 做在家教育 那其实很多 非基督徒 也在做在家教育 最绰致 就让我们看到 今天在家教育 其实是一个 不再是一个 很冷门的事情 是一个很热门的事情 那你看到这些 多样性 其实亚裔的人口 占了8%的亚裔人口 是Homeschool 那黑人更多 16 白人9.7 起码也12.1 那 我刚听到 那1970年代 那个是 就是透过 James Thompson 我想 早一点 起的大家都很认识 这个Focus on Family 他的创办人 他 一直有个radio program 其实当时候 师母也是听到 他的radio program 以后才开始 有心去Homeschool 那他呢 在 那个年代 1979到1973 那个时候 特别访问了 这个 Raymond Moore 那他号称是 Homeschool The Father or Grandfather 那他有一本书呢 其实你看这些书 就不会被 吹吹 Better Late Than Early 那他里面讲的 很有意思 他说在家教育 是天才的秘诀 更多的家庭 和更少的学校 更多的父母 和更少的同龄人 更多的创作自由 和更少的正式课程 其实今天 整个教育系统 其实都 大家是可以讨论 debate的 一本 不是Homeschool的关系 不是政治的原因 不是DEI的原因的时候 其实 很多时候 也看到很多 在探讨的时候 今天美国 工地学校 这种方式 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 就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或者说 放诸四海 每个孩子都可以的 其实是有很多 不同的教育的方式 大家知道 就说 Homeschool在1970年 和80年的时候 是非法的 而且 没有教会的支持 今天是合法的 也慢慢开始 有教会的支持 我成立事工 也是希望 就能够帮助教会 更多看到 在家教育的家庭 是更需要 教会的支持的 因为特别在 这样的环境 我们真的 透过在家教育 它更有可能 能够为神国 来保存下一代 那我们会鼓励呢 你如果在家教育呢 能够参加这个 HSLDA 就是 The Homeschool Legal Defense Association 在家教育的法律 辩护协会 他们其实 今天 美国每一周 都能够合法 来做在家教育 就是因为 他们为我们努力 所打下的天下 那这些呢 其实都已经 退休了 或是快退休了 真的是 我们前面的这些 引路者 开路者 Mike Ferris Michael Smith 都是Michael 你一年 130块左右吧 最多150 你有任何的法律问题 他们就会来帮你解决 那什么时候 在家教育呢 教育其实不等于就是 在学校的 building里面 我们常常以为说 教育就是要去 一个学校 感谢主 因为疫情 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上网课 这也是个教育 那另一方面呢 在家教育 不等于把学校 搬到家里来 也不可能 也千万不要这样做 很多人一想到这样 当然也就说 不可能嘛 我哪有可能你学校 有这么多老师 有这么多资源 我哪一个 我支持就一个家庭 我怎么 不是这个样子 教育就是要创造一个 操练顺服真理的空间 我讲过很多次 大家也可以都听 我真的觉得说 这句话呢 把圣经要我们做的事情 很精要的 把它描述出来 但我要特别强调的 就是说 创造 很多时候 我们今天呢 都是 以为 就跟着世界走 就这个样子 我没法摆变 反正都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 难道吗 难道就这个样子吗 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呢 很多时候 我们都说 学校教育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我跟一些 很多牧者在交谈 他们也都知道 但是呢 我在交谈的过程里面 他们就觉得说 那我们就是只有回来 给他们 解药 我说 为什么我们只 满足这个样子呢 很多大家都想 回来以后可以给他们讲解 好的主义学教材 很多什么 因为我做了20年 我也很努力在做 我就发现 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呢 不能创造一个 能够来操练 顺服整理的空间 为什么要寄人篱下呢 不单是为我们自己的孩子 也为了别人的孩子 其实你在教会 能做的我们都做过了 VBS Summer King After School 我从来没有去过公立学校 就是因为我负责 接了After School的时候呢 我还要去学校接孩子 然后 补导他们课程的时候 看到说 哇 这是你们在学校所学的 很多时候这一张 我今天的Homework呢 一张纸 然后写那个字 乱七八糟的 你就看到说呢 我真的觉得 浪费了好多时间 在这种环境里面 为什么我们不创造一个 更好的环境呢 特别你看这张图呢 以色列人不单只有说 在会幕的时候 知道怎么样学习敬拜神 他们出去 离开会幕以后 你看他们住 神都有要求 十二个支派 哪一个支派住在哪里 你怎么样维持这个 你这个营地的清洁 这圣洁 这些卫生 神都有要求 所以我们不是说只单单 啊礼拜天 啊来教会 啊过这个 知道怎么进拜 然后回去 我们就跟世界生活一样起来 特别呢 哦 又用这个比喻 你就可以看到说 啊有没有人 我们来回答一下 西医跟中医有什么不一样 西医跟中医的聊法 有什么不一样 OK你们不可以打开麦克风的 如果说 可以打到check上面也可以 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就帮你们来回答好了 C就是治标对不对 中医是治本 C呢 治疗人得的病 那我就在讲 治疗得病的人 啊 一个是治病 一个是要治人啊 然后呢 西医很快就得见效 中医的 你要慢慢的来调养 是治疗 预防 是 但我不是说 西医就完全不好 大家知道我前两年 得病啊 都是西医 但是呢 你有发现 就是说对我们经营家庭 特别比如说 我们在家里的 管教的时候 如果孩子不听话 我们怎么办 你要赏法 中医呢 是不是你要先建立关系 不要 不听话的时候 差来处理 发生的时候 差来处理 平时你就要操练 所以呢 这些呢 这些呢 其实都是让我们看到呢 一些 教育呢 特别你把它应用到在家教育的时候 你平常都建立这样的关系 平常操练 其实很多问题 就自然的就能够避免掉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 应该就会有个问题 而且觉得你没有去外面接受这些 坏的东西 你可能会不晓得怎么以后面对 我觉得这个是 圣经好像从来没有要让我们去 去多认识一点罪恶的事情 然后你有免疫力 我觉得从来没有度过这样的事情 神都是要叫我们远离罪恶 不是吗 所以这是 我们自己一些反省 那 这本书这句话其实是 影响了我 开始我其实我没有看见 我在教会那么忙碌 其实就是要追求一个复兴 可是当这本书一打开的时候呢 其实那时候师母就藏给我这些书 我都说 好好好 我就带到车上去 我那时候 要坐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到曼哈顿上班 来回三个小时 那是我最宝贵 读自己的书的时候 那时候手机还没有popular 人家还找不到你 所以我常读的 都是那种教会增长的书 还不是电脑的书 我都是读教会增长的书 可是有一次 他给我这本书 我打开我吓一跳 他说在许多方面 在家教育 是一种道德和属灵的复兴 我眼睛就亮起来 孩子们在上帝的话语中 得到认真的训练 不仅要像基督徒一样相信 还要像基督徒一样的思考和生活 今天即使基督徒 也像非基督徒一样的思考 因为他们在世俗的学校系统中 接受教育 在这个系统中 他们所学习的知识 把上帝的绝对真理排除以外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 祷告服事 可是我们的思想观念 其实很多时候 跟世界是一样 所以这是我前面一些引言分享 让我看到就是说 为什么在家教育 我会走上 而且为什么我会来推广这样 好 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师母来分享 习惯 在这里 好 我比较欢迎这句话 我认识你们 我认识你们 其实你们很多都比我更资格来分享 and I wish I could go back in time and redo you know re-raise my children with what I know now 我真的很希望 我还可以有机会回去 从哪一次 but I'm very encouraged by Philippians chapter 3 13 to 14 which says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what lies behind and straining toward what lies ahead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for the prize of the upward ca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当我就常被 Philippi书三章内提到的时候 我们要忘记背后 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到神 复照我的得的奖赏 来受到鼓励 yeah so it's really more and more needed you know to to give our children a biblical biblical based education 真的是越来越看到 我们需要给我们的孩子 有基督教的教育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America of a few decades ago 因为今天的美国 不是以前的美国了 when I look at the books that are read in the schools they are not only poorly written but the content is directly opposed to the Bible 当我现在看到 在孩子们 在今天在学校 所读的书 他们 但是 那些词汇 都是很粗俗的 更是直接 来敌对 我们的信仰 they model disrespect and even just you know there's just it's pornography it's just very shocking 就是很可怕的 这些书呢 就是让孩子们 不尊别人 特别是父母 然后呢 也很多次 就是这些 色情的东西 so when we home school it's just such a blessing to our children they can learn every subject from a biblical world view 所以在家教育 是给我们 还是很大的祝福 因为在每一个 科目上 他们都可以 有学习到 圣经的世界观 and actually nowadays there's a lot more curriculum than when we started home schooling 而且今天 比我们当初 在做在家教育 的资源更多了 yes I just want to emphasize home schooling is a lifestyle 我特别要强调 就是在家教育 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and so not not just about academics 不单只是 学业上 and in the more you homeschool you realize we want our lives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bible in every area 当你愉悦 在做在家教育 你就发现 我们要希望 我们在我们生活的 每一个领域 都能够 跟圣经来 一致 so we start to look at what kind of you know how we spend our vacations what what is our form of entertainment and you know even what we eat and how we worship in the church too 所以你会开始 从这样的在家教育 开始影响说 我们应该怎么去度 我们要如何度假呢 我们的娱乐生活啊 我们在教会怎么敬拜啊 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and I really want to encourage parents if if your main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and you're at home schooling in america 我特别要鼓励你 如果你的母语 不是英文的 because your children will actually have a great advantage 你的孩子 反而会有 更多的优势 to be bilingual 你以为他们可以学习双语 and so even if english is is you know not your first language you can sit next to your children still and still be interacting with them maybe just know what the topic is and share your understanding in chinese which would be great 所以你虽然你不懂英文 但是你还是鼓励 你可以坐在孩子旁边 跟他一起学习 跟他了解他所学的 然后你可以用中文 还是可以跟他来分享 yeah so I wouldn't just put my child in front of a video and you know go do my own thing I would especially for young children be sitting with them doing things with them the whole day 特别你的孩子 还小的时候 不要让他们 只是看 网络的课程 你要坐在他们旁边 整天 然后跟他们一起来学习 and I know I learned so much just sitting with my children and learning with them and I began to enjoy so many subjects that before I had not really understood yeah 因为我在 坐在我的孩子旁边 我跟他们一起学习 我真的学习到 以前 我很多 我没有学习到的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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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homeschooling is really about inspiring and encouraging and encouraging our children to follow God 在家教育真的是让我来 来激励 然后鼓励 我们的孩子来跟随主 and honestly I didn't have that understanding at the very beginning 事实上我在开始做的时候 我并没有这样的了解 but now when I read the Bible I see the Bible says we are to we want to aim to be Christ's ambassador God's fellow worker and soldiers of Christ 但是我现在读神的话 以后我读到说 神要我们做 耶稣基督的大使 神国的精兵 来 他的与神同工的 so I think for Christians homeschooling is a really ideal way to work with this goal 所以在家教育 是可以很有效地帮助我们 来达到这个圣经要 我们的目标 so I think it would be helpful to set up goals for your children especially when you're for starting out to actually write down goals in spiritual goals relationship goals character qualities academic goals and you know other miscellaneous goals 所以我鼓励你 特别你也开始在做 在这的时候 把各样的目标 能够写下来 属灵的目标 学业的目标 关系上的目标 各方面你 把它们写下来 and then also brainstorm how am I going to actually meet those goals 然后去思想 我们怎么样能够 来达到这样的目标 and yeah and also it's good to have a a daily and weekly schedule 还有你需要 每天的 还有每周的 这样的 课程 时刻表 and it's not that you need to follow it to the minute because you're in your home it's not in a in facility or institution but it will help you to you go through the day 虽然不是到分秒不差 但是就 你有这样的课程表的时候 可以帮助你每一天 如何来 做在家教育 so we used to do we used to get up maybe you know 7 o'clock and do exercise together running around 我们通常 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我们就一起做 早朝运动 我们跑一跑 to christian music 然后我们背景就放这个 基督教的诗歌 and then we would change our clothes and have breakfast 然后我们就换衣服 吃早餐 then we will read the bible and pray together 然后我们做成功 读圣经 一起祷告 and then do the academic work in the morning 然后在早上 基本上我们就是 做学业的学习 so certain subjects we did together like science and history we did together 像科学历史 我们会 全部的孩子 一起学习 the same topic but different level of materials for each child depending on their grade level 所以学习同样的 但是他们的 内容 作业会 按照不同 孩子的年龄 来 有不一样 and different kind of projects depending on their age or their ability 所以他们也会 按照不同年龄 来做不同的 功课 不同的 这些 报告 so you know we can all learn together and just at different level for the same topic 所以 大家一起学习 同样一个主题 但是是 而按照 孩子的年龄 不同程度 and we really all enjoy learning together like plants or animals 那我们真的可以 享受 一起学习 同样一个 动物 植物 一起学习 and actually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 thought about homeschooling was because i wanted to be able to say God is the creator of these amazing creatures 我为什么要做 在家教育 其中的原因 就是我希望 孩子在学习 这些时候 我们可以讲说 这是神的奇妙 创造 and yeah it was just so much more enjoyable that way 这样真的是 让我们更能够 来享受 我们的学习 okay yeah um yeah so in the the afternoon we will do things using like music or sports or visiting people or caring for for the people who are needed visiting something like that 最下午我们 就会做音乐的学习 啦 运动啦 或是 一些探访 来帮助 些有需要的人 and then the evening is is independent study like um more reading and um um writing 所以晚上的时间 就是大家各自 自己的学习 你可以 自己读 读书 然后写字 yeah and the cooking and housework we we did together 像煮菜啦 这些家事呢 我们都是一起做的 okay yeah let me see um okay yeah 我现在孩子出去了 我今天 今天洗 今天我洗完了 哈哈哈哈 一切他们 大家都 我不用洗了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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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thing i want to point out is that we should be careful not to reward our children with material things 我们要特别 注意的是说 不要用物质的事情 来奖励我们孩子 you know and not to spoil them oh 不要把他们宠坏 yeah i hope that they would find their reward in the enjoyment of doing what they're doing or doing something good for somebody else 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奖赏 就是他们 在做的事情的时候 在服事别人的时候 在做这些事 他们 那些本身 就是奖赏 yeah and you know as Teresa mentioned and I was so happy to meet Teresa it does take you have to make a commitment and determine I'm going to go through and but you know especially giv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s it's just such a tremendous blessing to be able to learn every subject from a biblical world view yeah 我很高兴认识 刚刚分享 姐妹 Teresa 那这就是 我们真的是 要有决心 你决心 就做得到 那特别在 现在 今天 宫里 是要光晴 我们真的是 神给人的祝福 我们可以做 在家教育 yeah so and I would also say to really treasure this time that the years definitely fly by and you will you will not regret the effort you put to bring your children to know God closer through your homeschooling 这鼓励你 特别要珍惜 这个时候 因为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你有这样的时候 可以直接来 帮助你的孩子 更认识神 yeah and so you know and now that all my children are older I really can understand this verse which we often quote which is 3rd John verse 4 I have no greater joy than to hear my children are walking in the truth yeah 当我现在孩子大了 我现在更能够体会到 原案山术事节之后 我看到我的孩子 在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 就没有比这个 更大的 yeah I think when they were younger and we were in the process of homeschooling I would I would be very excited if they learned something well or they played a beautiful musical piece and you know but now I realize yes those are good but the greatest joy is to know your children are seeking seeking God and trying to live a life pleasing to him yeah 可能我们过去 就是说 我们很高兴 我们的孩子 在完成一个 很好的作品 音乐 我们就这样 高兴 但是我们今天 看到说 我们如果看到 我们的孩子 长大以后 他们能够对神 还是有这样的 认识和服事 愿意他们的生活 来荣耀神的时候 我们真的看到 这才是真正的喜乐 yeah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I really still feel I'm not the one unqualified to speak but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 谢谢大家 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真的觉得 我还是不够 那 这个 我先停在 这 能够在孩子 小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 一起有这些经历 我觉得真的是 很特别的 恩典和祝福 你可能不会想 你可能想 孩子不同年龄 怎么学习 其实反而有跟他的这种 他的同学就是姐姐 我想就给大家多一些时间 趁师母在这边 当然有什么特别 我们可以有一些 你如果有些问题 要问师母的 趁他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在小组 里面还有一些 更直接分享 有没有就说 大家在这里要提问 麦克 是不是大家可以 现在都可以打开麦克 你如果要的话 你可以 举手一下好吗 嗯 牧师我打开了 好谢谢 OK 现在录吗 这个录不录 录完录完录 OK 我刚才录了好几个 嘉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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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 听不到你声音 最近 Mex也是都这样 我听他读的时候 这个麦克风都有点问题 可能是他那边网络的问题 我知道 因为他 OK 那那个 Anna你有问题 你有的 有的 有的 因为刚才师母 分享的真棒 师母 特别特别棒 我有个问题 就是想问 那个 怎么样子 就是安排孩子们 煮菜呀 做家事啊 这个 可以再讲的 稍微细一点吗 OK 我们做的 吃的真的很简单 他们就可以帮忙洗 帮忙切 哦 Yeah I guess Yeah when they were older they look at the cookbook and could follow it a little bit and when one of my actually my eldest daughter she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pizza so she decided to just try to make pizza and she just kept doing it and kept doing it so they also I think the thing is they felt it was fun you know they enjoyed it Yeah 所以当大了以后 他们也可以自己 看食谱来做 那我老大呢 很喜欢做 pizza 他们就看了 都做 都不同的 pizza 就是他们 很有兴趣 喜欢做 Yeah and I guess for house chores did you also ask about house chores Yeah Yeah I mean I guess they they felt it was fun I guess if you start them when they're little they think it's fun maybe if I if I waited until they're older they may not think it was fun but when they were young they think it's enjoyable to fold the laundry and put it away so and doing it all together I think that made it made it better Yeah 特别小的时候 就开始叫他们做 呢 他们觉得很有趣 呢 他们一起做 就很好玩 那 我最小的还在家 礼拜二就要去大学了 昨天 他就洗完衣服以后 把我的衣服都折好 放到我的衣柜里面去 我说 他去了 我又要自己折 所以就是从小 就养成这样的习惯 I think sometimes we also put a timer on and they feel some you know challenge we got to get it within you know one minute 有时候你放那个 timer 然后让他们做 要赶快做 而且说背后 还放了音乐 嘛 Oh yeah Right Yeah I go I also remember when the children were very little like the toys are all over the floor I would pretend to fall and say Oh I fell down you know you have to clean this up so it helps have a little humor yeah 就是 比如他们玩具没有收好 你就给 啊 我被你们玩具弄跌倒了 啊 你们要把它收好 让它有点好 这种开玩 好玩的这样子 yeah so I guess I would try to avoid like having a you know like a mean attitude about it kind of more like you know chearful oh you know if we make the house clean we can all enjoy it better so yeah 就是不要用得很严谨的那种 态度的时候 让我们觉得 哎 这个家子 很好玩 啊 ok 啊 可以吗 好 佳玲你现在 方便说了吗 嗯 现在听得到吗 哦 可以了 可以了 哦 ok 好 谢谢 ok 我想问一下师母 就是前面说的 嗯 设立目标嘛 就是有spiritual relationship 这些的goal 可不可以师母 再具体 给一些例子 就是 我不是太明白 这个每一年 孩子 you know 一年一年长大 这个 怎么具体来操作 well actually I I used to make a chart if I can find it I can like one year five years and ten years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 mean for character qualities I think it's that doesn't have a year on it but other things maybe like sewing or to learn how to swim those I put by a certain year you know and then ok stop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师母的中文 很好的 她都听得懂的 其实她可以 你看我刚刚没有翻译 她都听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有些 有些这些 目标是不变的 就一直在那里了 那有些目标是 比如要学 今天要学游泳 或是什么东西 就是有些事 每年要变的 会加进去的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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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mean I I felt that we usually think about you know academic goals always and even myself I think that was what I used to think is most important but then I realized it's actually it's really far fardown in the list because 我一直以为 这是学业上的目标 其实那是最底层的 因为如果我们孩子知道我们在主里的身份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是会要很好的 合乎那个身份 yeah but I do think it helps to have specific goals because like unfortunately I did not emphasize certain goals and I wish I did and so then we we did not achieve them because I didn't you know think about them but some things like I was I wanted my children to learn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I wanted them to learn some basic cooking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we we achieved that but so I think it is helpful to actually write it down like think through yeah so you you想得更全面一点 你写下来 你就可以达到 oh 有些你因为没有想到 没写下来 可能就 就错失了 我们想到 你要学哪些乐器啊 你要 是 还是有问题 就是spiritual这方面 因为 学乐器 学academic 这些都是非常solid measurable的东西 spiritual怎么怎么办 每天读经 那是 you know that's you know in a schedule that's fine but how can I know 这个孩子 spiritual是怎么成长的 yeah how can I know he grow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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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I mean some things are not I guess quantifiable but if we have the goal like like looking back I would say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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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n't really think about I want my children to love God you know I just thought about I want them to know God but now I look back I said wow I you know if I wrote down I wanted to love God then it also point to oh do I love God you know so that's another point you know 所以过去 我可能只想要说 我要我的孩子 认识神 并没有想要说 要他们爱神 so我没有特别 去注意到 这个事情 so 就没有特别 去关注 这样的事情 and you know of course that cannot be forced but if I realized oh I want my children to love God then I will think about myself do I love God and what are my values what what are the things in my life that I tually value 所以 当然 这就是说 不能强迫的 但是就说 也就变成 其实是要先 提醒我们 我们有没有 真的爱神 我们的 我们的 看的是什么事情 我们才能够来 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或许我在这 补充一下 家里这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呢 在那个牧师 角度 或者是 我们有 孩子去教会 我们就很高兴 我参着这个聚会 但是 其实为什么 圣经说 你要坐下 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因为你在这样的过程 你就知道说 他有没有 听进去 他有没有 真的爱神 有没有 而不是 只说去参加一个活动 我觉得 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鼓励 父母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你今天去完聚会 以后 回来 你可以跟他谈论 那你听他的回应 是怎么样 那如果说 回应 就是 其实就是在我们 帮助我们孩子 属灵的成长的 而不是只是 学习到一些 圣经的知识 然后你就看 怎么应用 你怎么样 把这些学习的 你怎么样去 示范他 那我们可以 怎么样去爱这个人 为这个人 祷告 服侍这个人 我想可能 这些 比如说 我们会 你有一个目标 会说 我们要去 知道怎么去 主动关心别人 因为我小时候 在团聚的时候 是很多 这些大哥大姐姐 要求我这样做 帮助我这样做 所以让我的个性 就能够敞开出来 不然的话 我是很害羞内向 比如说 不知道怎么做 我觉得这是 只是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可以开始 思想说 这个属灵的品格 我们希望他表现在 哪些层面 那我感谢主 可能就是说 因为我们 做在家教育 又是 Home Church 其实 因为我幕会 他们都是我的同工 所以我们就变成 一个团队 我们教会 我们全家到 同工团队就到了 所以他们在这种 过程里面都是 在参与服侍 在帮助我 也是有这样的 一个操练的机会 我不晓这样 对 我认为 我不知道 我认为 我跟之前 我像这小朋友 你们做好 做这个 全是 更 有 或者 你放在 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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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but in a certain angle in front of the camera maybe block your face but this is in front of thisında cameras? no night pain don't know how to oh so that angle when you see it alright you can say data you can we can post it yeah can you write on the chat yeah yeah this is the book i think i recommended it to many people uh um or you just say the name later we can post in the chat you can post in the chat yeah it's called hero Tales and Netta Jackson yeah so they are short little short oh yeah you know about different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they also talk about different character qualities and I just found that was very very helpful to read aloud with my children you know but the main thing is you know so I guess that fits under spiritual you know but the main thing is still how we live every day at home and it doesn't mean we'll be perfect definitely but you know for example one time I had a phone call from a relative and it made me very upset and I didn't answer in a very nice way on the phone you know I immediately saw that my children picked up that attitude so I realized oh I can read all kinds of you know Bible verses and biographies to them about you know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love is you know but they were also looking at me how I live out yeah but for spiritual goals I feel really it's it's like often uh pastor Lenny mentions and messages that it's in the little things in our daily life how we respond and to show our children which would demonstrate to our children what we really value do I do I do I really you know maybe at the back of my mind I still II still I'm looking for that prestigious career for my children yeah I mean of course they can become very successful in the world and also be like god honoring god honoring you know 当然他们还是可以在世界上很有成就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呃能够他们还是能够敬畏神 嘿谢谢啊还有没有 牧师好像有个叫塞尔的在举手ok好请 yeah 哦呃大家好牧师师傅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欢迎欢迎谢谢然后我还呃其实我才刚辞职打算待在家里我呃所以在家教育是慢慢听到一些人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神要我呃走上我才刚开始了解这件事也是经历很大挣扎才决定辞职 为了小孩所以就是嗯所以真的刚开始然后我因为对这很不了解我有一个可能就是刚开始会走这条路可能有些比较常见疑惑吧就是我有两个男生四岁跟六岁在家对我来说就比较像是我我从我过去职业妇女的心态是在家表示表示我要跟他们一起关在家里那社群呢社交呢就是我知道有些妈妈他们会有很多共学团体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拿 如果妈妈变成一个主要的教育者这个小朋友他们就是受得了吗我们会不会会被彼此受不了解然后会不会嗯要就是怎么去拿捏是不是要找什么样的团体是不是还是要安排一些呃不管是教会的生活团体或什么就是就是在家教育代表所谓在家就好像有个帮主在家跟外面 所以你可以 Chance微有个很好的他 健康的 所以呢嘿嘿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开始受不那么嗯我 Frühene说昨天呗我抱在一直说的哦我自己也都航空了也呃受得你说的哦 Yeah, I think sometimes a misconception is that homeschooling is we put our children in the home, you know, in the closet or under the table or something, but it's really very natural, and especially if you have, you know, little boys, you know, learning should not, is not for them to sit at a desk for, you know, five hours. Yeah, let me, let me, yeah, a lot of times we have no idea about them. We have to keep them in the home or in the mattress. It's really natural. It's not that they have to sit at a desk for five hours to study. Yeah, I mean, I think when they're very little, it's good to bring them out a lot to see, you know, in the parks or, you know, with doing handiwork with them, doing gardening with them. 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常常带他们去公园啊,或者说你在做这些园艺的事情,做很多 hands-on的事情. And, you know, reading out loud to them. We have a list, a book list, right? The reading list. Yeah. So, you know, and it's like more interactive when they're, when they're young and create an interest in learning. 就是很多样化,让他们有,激起他们学习的兴趣。 If you have relatives in the area, especially elderly relatives, it's great to bring children with you to visit them. Oh, sorry, say again, I was reading that. If you have relatives, especially elderly, you can... 如果你有亲戚在附近的话,是很好你带着你的孩子去探访他们. Yeah. Or elderly in the church, you know, to care for the elderly. 或是说你教会里面那些长辈可以带着孩子去关怀他们. But if there is a support group, that would be great. 但你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共学支持的团体,那更好. Or even just one other family. 或是就只是你另外还有一个家庭. Yeah. Like when we started, there was no Chinese Christian support group. So I joined, we joined the Caucasian support group. And then gradually we had our own more became like a Chinese Christians who homeschooled. 所以这样一开始是我们做到没有华人的在家就有家庭,我们就参加白人的. 那后来慢慢我们有了,我们自己就成了一个华人的. I mean, it doesn't have to be. But of course, if it's a Chinese Christian, you share similar culture, food, language. 当然不一定要这个样子了. 但是如果说你刚好有这样的话,大家有华人有同样的文化背景的话,也是一个优势. I think Cathy is good for, you know, answering questions about young children. 或是你等一下可以到小组,我们有一个小小孩的那个共学,那个breakout room. 我们一个同工Cathie,她的孩子有几个男生,也都比较小的. 大家也可以在那个群里面有更多一些交流. Yeah. 加油加油,为你鼓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很好的决定. 其实我今天本来一个presentation就是要讲的就是说,就是要妈妈回家. 没有妈妈不回家的话,你听了再多什么,没办法做得到,没有那个时间. 那我真的是鼓励你们,鼓励你们,这个是最好的投资. Yeah, I just want to say something regarding that, that we might think we have to set aside our, you know, what we learned when we went to college. But actually, we can incorporate that into our homeschooling as well. Someone asking,就是说,孩子很忘心,今天患者,妈妈管不住,怎么办? 还有就是说,妈妈全职在家,很多事情要做,妈妈可以handle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妈妈回家,爸爸当家。 这两个。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妈妈回家,爸爸当家。 记住这个。 记住这个。 然后呢,我如果跟教会讲,教会顾家,教会也要顾到家庭。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这个很好。 爸爸很重要。 通常我们讲都是妈妈,好像都妈妈教学。 其实这个问题就会到说,爸爸你要创造一个属灵的环境。 你是校长,你是牧师,你是先知,你是祭司。 你创造好这个环境以后呢,底下就好办事情了。 为什么你看到这个CEO啊,或是什么这些,我们都是从公立学校出来,为什么每天都要有个招会。 全校即是在一起,然后校长训话。 为什么? 因为他在创造一个空间。 这个环境,这个学校,我们是要怎么做的。 爸爸,我们就是那个角色。 我讲这个,其实我早一点知道就好了。 我一开始都没有,啊,你妈妈去做,我忙得很了。 真的,如果爸爸,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属灵的环境就不一样了。 你要宣讲,你要教导神的话语,教导你的孩子,你要敬重你的母亲。 包括从先生开始,你也要敬重你的妻子。 这样的话呢,这个才能,即使就,不管你再不做,做不做在家教育。 这都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只是在家就让我们有更多操练真理的空间了。 就是这样而已。 啊,所以鼓励父亲们,我们等一下也有父亲小组。 我真的鼓励起来,哎呀,太多内向,内向的父亲了。 啊,我真的实在是很,很急。 我每次看到,怎么这么多内向的爸爸呢? 啊,都不讲话的呢? 啊,我真的要找机会来操练一下,来训练一下。 啊,我们这个世代需要爸爸们发声,不是只是大声吼。 能够起来带动这个气氛,能够起来。 啊,当家里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出来顶住。 啊,这个就是最好的。 啊,为了下一代的男生缘故。 啊,啊,或许我们可以开个爸爸训练营。 啊,啊,好吧,那个还有没有? 好,那个Grace。 谢谢郑牧师。 啊,非常感谢今天见到师母。 我觉得被她的那个喜乐、温柔,还有那个谦卑, 真的是非常的受鼓励。 真的很感恩。 嗯,我女儿是早上跟郑牧师读经, 嗯,Mary是我女儿。 在乎台湾的? 对,对。 啊,OK。 然后她,她是,我们是去年才开始。 。 其實確實是有點晚了 不過也是很感恩 開始就比不開始要好 那請問師母 因為你剛才講到說 你有一次接電話 然後在電話裡面回答的那個 怎麼說呢 那個遺棄啊 或者說不是很好 然後你就 就是說孩子就有看到 然後就會copy 我想這麼溫柔 這樣一個愛神的師母 然後就是這麼小的 或者說是這麼一個事情 對當然就是孩子在看 那所以我要分享的是說 然後我們家像我自己 確實這個是反過來 常常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想請問師母就說 怎麼來改變 當然我最近特別最近這一兩個禮拜 真的是意識到這個問題 然後我看到問題是這麼嚴重的時候 我甚至覺得要下絕的時候 即使我在假裝的話 我也要這樣做 為了孩子的緣故 所以我也假裝了很久 對 對 It not only is a good effect on the children and themselves, and I felt that it's good for the relative also, because it didn't receive an angry tone back. After a while, I found out that it was good for my children. Because of that, my relatives have changed. Yeah, so I feel like even though I really was pretending, it was because I was motivated, but I didn't want to give the children a bad example. I don't want to give the children a bad exampl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Actually, I want to add a little bit. We've heard a lot about Jesus. It's all about Jesus. I was just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his, and I found that this is a good practice for us. Our teachers and teachers have been able to talk a lot about our children. We've never had time for our children to talk a lot about our children. We've had a lot of activities. 春节又要来了 我相信你们的教会生活 都是在忙着练习节目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操练 我们主日所听到的事情 其实在家教育 只是给我们更多这样的机会 其实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你操练你就会进步 你任何的乐器也是这样 你要练习你就会进步 可是我们所听得到 我们所学的 真的是因为生活的忙碌挟制服 是我们没有时间去操练而已 所以你就发现了 在家教育开始 你会觉得很不习惯很不舒服 因为强迫你开始要去操练 要去做了 但是你没有做 你觉得因为没有问题 或是说问题只是爆发出来的时候 你才发现因为大家都忙 大家都在不同的 你不交流 但是一交流就问题 对不对 那就尽量大家多忙一些的时候 少交流 问题就出现 那结果大家都没有那个关系去了 那其实这是突然间让我们想过来说 其实我们就是要放来 有这样的机会去交流 去操练 彼此才能够有机会去成长 这是我后来看到的这些这样 好吧 最后一个问题还没有 这么说 我想问一个问题 是 我的问题是那个 如果孩子 我们已经homeschool三年了 然后我们老大爷马上要上高中了 是不是可以把老大送回一个 christian school 什么 他要上高中之前送回christian school 是吧 对对对 我们是这么计划的 想听听你们的建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感觉孩子也大一些了 然后也想 接触一下外面的世界 是吧 对 因为多余一天才会出去嘛 哦 OK OK 好 先回到这 大家其实这回到很多 那上大学呢 是不是要出去啊 OK 是不是 OK So Linda 你 want to answer the first Um Well uh one thing is I don't know if you're also fear afraid there's not good quality for high school courses but there's actually a excellent quality you know very high level christian homeschool material and video based courses like I always recommend HS 如果你是纯粹担心学业上,那其实呢,有很多很好网络课程给高中生的,特别是 HSLDA,他们有这样的课程。 事实上高中的时候,你在家教育呢,反正有更多弹线的时间, 你可以做实习,那些课外的活动,甚至有些音乐家,运动员,非基督徒,他们选择,因为这样,他们选择在家教育。 Yeah, if you are considering the Christian high school, you also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that it's, I think classical Christian is safe, pretty safe, depending also on the school, but not every Christian high school is also biblical in their, you know, actually how they implement the school. So,因为要考虑就不是说,基督教高中学校就安全了,通常呢,那个我们所谓的classical,古典的会比较保守安全一点。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会常问到这个问题,早晚要出去了,早晚要出去了,那其实呢,你就想说你在做homeschool的时候,你是给他一个不完整的环境,是一个,一个,然后只是为了他出去。 其实我们要重新思考,你要他出去什么样的环境,啊,你,你,我们只是,我越来越看到说,你其实,那个环境,是我们要让他们去的嘛,我们要让他们在这种,我觉得不是isolation,但是说你明明知道说,包括我们工作的地方,如果那个工作地方,是很,很tax的,啊,很不健康的, 你会要,你会要,你自己会想去嘛,啊,这是我们要重新思考的,我们不是说,啊,因为在家教育,然后把它训练好以后,他们就比较容易,啊,比较,或是说,啊,或是说,啊,早晚还是要去锻炼一些事情的,啊,其实呢,我,我真的,希望大家看到说,你在在家教育的时候,其实就在一个真实的社会了,不是把他们给隔离了,啊,其实在家教育是给他们更,已经就在一个真实的社会环境, 不同年龄的,啊,他们有服侍的机会,有这些机会,当然你会说,啊,他们不会跟那些所谓,啊,那种,嗯,跟我们很道德败坏,很信仰不好那些,那其实呢, 你真的就是说要expose,故意要这样什么,啊,那其实呢,感谢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其实应该教会本来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去服侍那些人,啊,或是我们带他去短宣,或是什么, 其实呢,我真的鼓励,你看到现在的大学,你要让你的孩子在那种环境嘛,啊,你才会觉得说坚强嘛,我,我真的看到太多这样的,的孩子,啊, 我宁愿他们不习惯那个环境,因为,因为那样的,其实,最近有一个师母跟我说,他的儿子呢, 他不是homeschool,他儿子不是homeschool的,去了一个州立大学,还是很想想,他跟他,这个儿子跟他妈妈说,我待不下去了, 每个人都试图,每个人都party,那你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融入这样的环境,感谢主,这个孩子他觉得,啊,不想在这样的环境,啊, 所以我,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我们从一看的时候,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一个更好的环境,让更多非基督徒进来能够被改变, 而不是我们进去那边好像要,哦,哦,然后,然后结果都被夺去了,啊,或是被影响,啊,不要小看这些环境,啊,啊,因为,因为现在的环境不是像以前我们那样的环境,啊, 我相信我们成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比较,啊,调皮倒掉的孩子,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道德观点什么还是会比较,那些是一些少数,啊, 道德观点,整个学校,整个大环境,有在这样的,要求的,可是现在是不一样的, 现在一些,道德环境要,反而是整个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你是不一样的人的时候, 你要跟这不一样的,这很难,啊,这是今天我们的挑战,啊, 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孩子,你要他出去什么样的环境, 我宁愿,因为他们藏着主恩的滋味,他们知道这样的话, 他们去,如果在那个环境他可以去,去,撑光也可以的话, 但是万一他撑不住的时候,我宁愿他就,因为他, can't handle it,啊,不然的话,他就要, be like them,啊,这是我们要去,去考虑思考的,啊, 我也不是真的就说,啊,我们可以有机会再去, 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啊, 这样可以,好吧,嗯, 嗯,好,非常谢谢今天的, 大家有这样的,我最后简单报告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分组了,好, 哦,我们在,哦,我们的,呃, 哦,我们的,呃,网站是trumpu.br,上面有很多资讯,资源, 大家可以去利用,特别有一个tag,就是homeschool,啊, 这很,上面都有很多,嗯,不是,你,你就, 直接就可以扫这个码,就直接到那里去, 然后呢, 我们今年6月8号,会有一整天的在家交易到, 每年的,啊,你可以先把时间留下来, 然后每个月, 一个第二或第三,有时候看我出去的schedule怎么样, 啊, 那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也有很多资源, 像我们今天这个,啊, 前面的分享,我们都有回放,还有过去的这些见证, 好,我们上礼拜四刚刚开始, 我们这次世界观二的课程, 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 还可以报名,啊, 这我想也是我最后一次, 啊,直接上课了, 我们就把它, 把这次能够变成教材呢, 然后以后就可以直接在各个教会来用, 啊, 所以你如果还有新的, 还可以来报名参加, 那这个成为变革推动, 我们,啊, 没有办法, 你点击就会有很多课程的内容, 主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各个领域, 家庭教育职场, 我们怎样来用圣经的思维来改变, 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目标, 就算回答刚刚那个弟兄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homeschool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不希望只是我们homeschool只是, 哦, 我自己安身, 我自己安全, 啊, 外面都乱了, 我们希望能够为神国来培育精兵呢, 让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个人能够成为改变革推动者, 来影响这个社会, 除了传福音, 是的, 我们要传福音, 但是我就发现今天传福音如果我们有没有去改变这个文化的时候, 那我们就真的是越来越难传福音, 特别我们就信仰也很难传承,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 的这样的reverse, 而且其实呢, 你如果看教会历史呢, 其实过去的基督徒都是在这样做, 我就发现为什么今天基督徒教会没有这样的看见, 早期你看读教会历史的时候, 这些基督徒抛头屋撒热血, 不单单只是传福音, 他们改变了文化, 成立了学校, 不然我们为什么都会来美国, 所以这时候我们想借个这个课程来鼓吹的, 然后我们有这些群, 特别我们主要的讨论群, 在家教育群是在Telegram, 你可以, 欢迎这些都可以参加, 主要讨论是在那边, 我常常把说那个是我的, 那个Homeschool的Google, 那很多, 一千多人在那里面, 常常你有什么问题呢, 很多旧人会给你回答, 我们也有专门的同工会在里面来回答这些问题, 觉得我们的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